小伙蹲监狱前怕被欺负 就拜师学艺苦临中共功夫 结果进去就当上大佬 史丹是名能说会到的房地产商人 经常凭借他巴巴巴的小嘴 把客人忽悠的团团转 但成也如此 半也如此 最终他因诈骗被逮捕 花大价钱请的律师也没啥子用 还是得坐牢 法官盘了三年有期徒刑 六个月后执行 贿赂法官的十万美元打了水漂 一想到要去监狱待个三年时间 史丹立马抓紧时间 冲到餐厅大吃大喝 妾子鸣笛想趁现在有空赶紧生个娃 但不想被束缚的史丹 宁愿要条狗也不想要孩子 妾子鸣笛离席而去 吃饱后 史丹来到酒吧 会会钞票 询问花碧南 首次对于应该注意点什么 他悲壮地对史丹说 像你这样柔弱的小家伙 不用一个晚上 就会沦为监狱里被欺负的对象 这些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吓得史丹脸色发青 但坚强如他 隔天就重新振作起来 他一致 去学跆拳道 却认为这是花架时 在监狱就应该学那种 拳拳到肉的招式 结果被扫地出门 与此同时 抽根烟又肥一个打火机的比尔出现 他一拳打不墙 变得装AC招式 让陷入困境的史丹两眼放光 确认比尔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史丹立马将人带回家 交钱签合同 明天一看 觉得这人怕不是在讹我们吧 比尔为证明自己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把手放在火上烤 像我这样等级的武林高手 屈其小伙不足挂齿 完美地把俩人糊得目瞪口呆 接下来就是史丹高强度训练的开始 明迪按照吩咐 制作各种高弹的饮品 只要喝下汤 你就会发现监狱的饭菜极其美味 火棍烧肚皮 锤吊挂肉皮 生吃蝎子肉 这些都是史丹的日常训练 家里整天烟雾缭绕 孩子的事也没个着落 明迪待不下去了 气呼呼地收拾行李连夜就跑 明迪走了 比尔也乐得开心 由于时间不够 比尔只能叫他一指通 比尔人是伤害木板 史丹是伤害自己 但未能在监狱里横行霸道 不 艰难求生 再苦再累的训练也得忍着 刚开始不是被打就是被打 但日复一日的训练 腹肌出来了 钢针床也能睡了 能应付比尔的巴掌手了 更是能接下他的少林钢珠 最终一指通也成功练成 比尔说他还有一个坏事做尽的徒弟 希望史丹能永远也不需要碰到他大师兄 进监狱前史丹做足了万全准备 在入门的身体检查时 因他的下体闻了不可描述的纹身 把预警们吓得不要不要的 于有短裤是常驻居民 俗称百事通 他把里面最不能惹的大佬 给史丹一一介绍 有黑人帮的老大钻石 墨西哥帮的大佬尼托 最最贱人就要跑的 就是高个雷蒙 又刀的说 你惹谁都好 就是不能惹他 行吧 那就拿他下手 嘿哥们 放开那个男孩冲我来 雷蒙虽说是监狱一哥 但块头再大 也打不过学功夫的史丹 一招四两脖尖筋 就把雷蒙的手指摆弯 疼得他痛哭流涕 哀嚎声传遍整个监狱 其他大佬健壮 就想要求史丹加入帮派 但他油盐不尽 想接此机会 让所有人都不敢惹他 抽起双棍 就把大伙打得落花流水 钻石更是被打得满地找金牙 史丹一战成名 没人敢惹他 就连点狱长都要找他谈话 请他抽雪茄喝好酒 无事献殷勤飞奸即盗 典院长想铲平监狱 让史丹帮他发展房地产事业 适生之后 承诺一年内放他出狱 封号的条件 让史丹当即答应下来 回去后 开始查阅相关资料 立友和史丹说了一件 让他抱憾终身的故事 那就是 没有好好珍惜 他和小美的爱情 一锅新鲜出炉的心灵鸡汤 触动了史丹内心 于是立马写信给妻子明笛 表示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如果还愿意的话 等出狱了 咱俩就生个娃吧 看到信的鸣笛很是感动 但史丹不知道的是 这段时间 都是比尔在家照顾的鸣笛 决然不知 自己头顶一片绿游游 史丹一直对监狱的黄暴 深无痛绝 于是掀起一场反暴力行动 不允许再有 玷污欲有的情况发生 除非是珍惜相爱的两人 就像雷蒙和大胡子一样 既然你们有多大用不完的经历 那就用跳舞去解决 一场不行那就两场 有意见的话 欢迎来单挑 至此以后 监狱里一团和谐再无打斗 大家都想加入史丹的帮派 所以纠纷到他这都能解决 一周有人生日 大家就赶来庆祝 同喝马桶派果汁 妻子明迪也赶来探望 俩人擦枪走火 一同睡了午觉 并从明迪口中得知 这些天来都是比尔在照顾的他 气得史丹说要杀死比尔 而典语长看着监狱一派和谐 得知是史丹做出来的好事 立马带来谈话 一周后 视察团要来监狱 他们要做的就是引起暴乱 然后开枪射杀所有犯人 至此监狱会被夷为平地 发展为房地产 史丹犹豫不决 但晚上 他做了明迪和比尔在一起的噩梦 隔日就答应典语长 不再调节犯人间的纠纷 监狱又恢复了以往的暴力斗争 史丹的改变 狱友都看在眼里 询问却得不到回答 临走前 史丹让他别去操场 史丹的反常和警告 狱友通知了两个帮派大佬 很快 典语长给史丹 安排了和假事团见面机会 并通知 12点30分就是行动时间 看着明迪和比尔在门前等待 史丹怒从中来 留下等我出来再收拾你们 就进去面试了 假事团早被典语长收买 只要史丹说几句好听的 初遇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看着12点30分即将来临 史丹回想起可爱的狱友们 他心软了 于是狗杂面试 出去后得知 比尔因抽烟太多 根本没法对明迪做羞羞的事 史丹顿时释怀 一拳打倒狱警 可根本来不及 犯人被带到室外 狱警还发放武器 史丹也被典语长的保镖拦下 原来他就是坏事做尽的大师兄 刚开始 史丹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但那大师兄抽着皮带 准备毒打他时 机会来了 一个弯滚一指通 就给了对方从未试过的孙上体验 打扮了大师兄 等史丹赶到 列警已经准备开枪射击 但原来 犯人斗殴的迹象是假的 狱友短裤一开收音机 众人就合伙跳起舞来 气氛嗨起来后 视察团的人也忍不住舞动 典语长看着计划破灭 静止抢过枪 向犯人扫射 可惜扫了个寂寞 愣是没打到一个人 又转身对付史丹 幸好比尔来得及时 由少林钢珠远程对付典语长 风波过去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时 史丹将功夫传遍中狱友 典语长也成了犯人一伙 到史丹出狱的那天 大伙不舍得向他告别 史丹的小女儿也来迎接他 从此一家四口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卖带来的影片 狱中豪杰 我们下次再见